难得说难得说 大家好我是龙岸君 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 最近擅长捉弄的高木同学第三季开播 让我想起了同样擅长捉弄的队宾同学 会长是吕仆大人的男主角 算是当年人气颇高的男性角色了 我第一次看这部动画的时候 还是个懵懂的少年 看着队宾娴熟的撩妹 我老子学会了 也没学会 但值得庆幸的是 手也没学会 不然我肯定就是这样了 不但钦佩男主 我也欣赏女主角美笑这样的女生 觉得这种傲娇性格的女孩 真的很想让人去捉弄捉弄 但脸没玄愧吗 我也很喜欢当时另一部恋爱作品 好想告诉你 这部作品也被读者调侃为 好想及时你 男女主一直处在暧昧的气氛中 让人欲罢不能 而由于美笑傲娇的性格 以及超长的恋爱反射狐 会长是女仆大人 也给人这样的感觉 因此简单概括这部动画的话 那就是 好想及时擅长捉弄的对宾同学 好了 就让陆南君带着大家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知名漫画家岸边陆半城说过 漫画是需要真实感的 因此有的漫画家把自己幼时的故事 画进了作品里 他是樱桃小丸子的作者 樱桃子 有的漫画家把自己打排球的体会 放进了作品之中 他是排球少年的作者 古广春衣 而也有的漫画家把自己脱稿的趣闻 描绘进了作品里 他便是篇幅有限 就不一一列举了 会长是女仆大人的作者藤原飞旅 显然不可能有女仆经历 但作品里也有他追求真实感的痕迹 从小喜欢画画的藤原飞旅 由于对漫画的热爱 在中学时便与《飞旅》的笔名 创作漫画 但真正创作是像样的作品 还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向杂志投稿的 而能让他真正走上漫画家 《正少道路》的作品 是2004年创作的《红梦》 一部以大叔为主角的漫画 《腾原飞旅》凭借这部短片 在《白犬舍》杂志 《拉拉松》正式出道 这本杂志上也有一些 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比如《下面有人葬》 《他和他的事情》 英男高校难攻关不等 而创作会长是女仆大人的契机士 则便告诉他 《拉拉松》有个刊登 《安原故事》的专栏 一开始 《腾原飞旅》对女主角的刻画 很没自信 担心读者并不喜欢这种别类的性格 因此画完他就后悔了 但显然想多了 作品的可悲相当不错 也因此成为了连载作品 前面也说了 《腾原飞旅》并没有女仆的经历 因此他通过大量的书籍 学习女仆服装的知识 但是有些书籍确实会让他不太好意思 尤其是则编给他的书 所以只好背着父母偷偷的学习 背着父母悄悄话内顾的女孩 和夏水熙感同身受 现在说出这一句话的我 也感同身受 不过我觉得女仆服装的书籍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吧 敢问则编 能分享一下书单吗 不过说到这 《腾原飞旅》与初代则编的关系 真的非常融洽 她自我评价是一个成熟认真帅气的女生 而她也认为美孝的发型 与自己是相似的 算并不能说美孝是以腾原飞旅为原型创作的 但是她在单行本 附路里对则编的多次刻画 却是以近似于女仆店店长 冰藤五月的形象出现 对于她来说 初代则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 对她关照有加的人 连载四年后 会长是女仆单人的动画也播出了 由于漫画本身是单元剧的形式 所以动画也并没有按照漫画的顺序来做 也有些地方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 比如动画最后一集两人接吻 出现在漫画第七卷 而动画第十一集 对兵去美孝家里的情节 却在漫画第八卷 而美孝回到家时 身后还跟着深谷洋相 不过不管是漫画还是动画 美孝与对兵给观众的狗粮是绝对管够的 有很多名场面让人记忆深刻 楼顶上的突然接吻 观众被对兵的行动力所震撼 小树林里的树东 男主整个人都在发光 烟火下的告白之吻 作者你真的太会了 让身为读者的我们对着书或者屏幕傻笑 还有对兵拖海闪现跟上的吻尹杀 当时的观众直呼 车速实在太快 邱明山之外的拖海依然驾轻就熟 你再继续秀操作 连男型观众都要五年罢卡玩了 以上撩妹技能大家不要学 因为男主角他不是一般人 对兵拖海是藤原飞旅 认为最难刻画的角色 因为他确实完美的过了头 简直无所不能 成绩方面高居榜首 料理能力堪比刘某心 腿气颇有三只之风 国际象棋吊打全国第四名 步伤演奏小提琴 精通各项体运动 十项全能 还能修地板 双双高耸入云 实力深不见底 更重要的是 他还爱护小动物 这是个走错片场的角色 少年王道热血漫画 才是他的舞台 这个舞台还是太小 格斗搞笑漫画 才是你的主场 他虽然霸气外露 但善于隐藏气息 随时跟在女主的附近 做好登场准备 放在古代 是个忍者苗子 放在现代 确实可能是个跟踪狂 不对啊 正常来说 放古代也可能是个跟踪狂 正如美笑所说 对兵是个变态外星人 和变态跟踪狂 不过谁说站在暗处的 就算是跟踪狂呢 都是明白的 都不必隐藏 人家小两口在这打情骂俏 口是心非 拉扯走位 心里显然都有对方 对兵一直保护着美笑 而美笑在对兵战术后车的时候 也主动A了上去 我们通常将这种人类社会现象 称之为 暧昧 从设定上来说 对兵是个完美的人 但是从角色塑造上来说 主角美笑 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 作为学生会会长的他 总是任劳任怨 并且表现出强大且不服输的镜头 对兵不断的英雄救美 而美笑也无时无刻守护着大家 好多次在关键时刻 表现出不一样的气魄 尤其是男装美笑 这帅气程度 不输对兵脱矮 尽管奥娇的性格 让他和对兵的发展缓慢 但是大多数练习剧漫画 都有这样一个 让剧情棒滑的主角 擅长捉弄的高木同学中的吸骗 恋爱情节里的大苦 诸如此类角色 不胜为举 正因为有了这种距离感 恋爱才有了最开始的样子 观众也能随着美笑的感情变化 和心潮澎湃 见证主角两人 走向婚姻的美好爱情 会长是吕不淡的恋爱部分虽然很甜 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我更喜欢这部作品的搞笑刻画 尤其是搞笑担当 笨蛋三人组 天员飞里也说 刻画这三个人时是最轻松的 这三个在漫画第一页 动画一开始就出现了不良少年 放很多作品里的开场 就是个路人角色 但在这部作品里 他们却从叛逆少年 丝滑过渡到卖萌搞笑担当 而且越来越帅 成为了三驼美笑的坚定之志 另外将各种传说故事 揉在一起的这一集 改编至漫画范围片 淘汰人也是女仆 让人感受到了作者的放飞自我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充满众多可爱角色 和有趣故事 非常适合在闲暇适合观看和重温的 练义戏剧作品 好了本期的难得说到此结束了 我是龙王君 谢谢各位小伙伴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